第1208集 当的一声 头上悬着大钟 再次一阵 中波横扫 远处退无可退的罗世荣 催动三件魂器 拼命抵挡 可是到头来 三件魂器再次被震飞 他又一声残叫 发出一条手臂 就这样被中波震碎 当场炸开 他借此逃避出去 此时的处风是 永不可挡 各位 不出手更待何时 无论回这是要杀人灭口 掩盖他与这个世界的人 勾结的罪行 关键时刻 失足的言落开口 他的话语分量极重 他来自前十大 是失足最强的传人 拥有很强的号召力 依附失足的强大族群 有不少 而来的这些宇宙级天才中 就有十几人 属于他们那一系 纷纷出言 无论回 你还不住手 想用血腥手段掩盖 丑陋勾当吗 各位 我们一起上仙拿下他 欧阳风文言勃然大怒 横眉怒对 觉得这些人太卑劣了 他已经确信 阎洛 绝对跟罗世荣勾结在了一起 更多的人保持沉默 冷眼旁观 坐看吴轮回 与罗世荣生死战 大有放任之事 坐山观虎斗 希望杀的越激烈越好 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打算 有人希望吴轮回 与罗世荣内耗到底 也有人私存 那两个人都非常强 注定是所有人的竞争对手 最好是打生打死到底 各位 该出手事就出手 你我得主持公道 不能让人族的吴轮回放肆 大言战题也发话了 也有十几人跟在他身后 强势人物表态 引发不少震动 这是要联手灭吴轮回吗 一些人露出意思 或许最顶尖的人物 感觉到吴轮回太强 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要在此时合理出击 正有此意 我等不能做事 有人大奸大恶 与这片世界的人勾结出卖 我等 岂能容他肆意行凶 又一位强势人物开口 周身紫光流转 被紫气包裹 他拥有紫霞道身血脉 有一种强大的体质 欧阳风被气到了 觉得这些人太无耻 发出了铿腔之意 本王不发威 你们当我是毛神吗 来来来 失足的小鬼子 还有那个什么大眼贼 以及浑身放紫屁的毛贼 你们都给我滚过来 欧爷爷爷 一个打你们一圈 阎洛 大言暂提 紫霞道身三大强者 一个个都露出冷冽 杀意森然的盯着他 与此同时 道族的金黎 亚仙族的应无敌 佛族的侍弘等 也在密意 暗中商量 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简单 将二人都送回 我们自己的宇宙 身段婀娜挺秀 限资超然的硬折仙 开口 相当的简洁 也非常的平淡 十几位顶尖奇才精益 没有想到 这位不识人间烟火的 绝带利人 居然这么的果断 提出这种 略有黑暗倾向性的建议 这跟他在人们心目中的 形象不相符 硬折仙拥有绝世滋容 号称星空下第三美人 平日间鸟鸟挪挪 带着仙气 出城而超然 就是硬小小此时 看向他姐姐时 都小嘴张开 很吃惊 硬折仙 看了一眼自己的妹妹 为了大家的安全 需要送他们上路回去 而这 并不会真正上他们的性命 可以在我们的宇宙复活 相当睿智 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从这两人一起上路最保险 不管哪个人包藏祸心 都无所谓 袁世成开口 深表赞同 带着笑容 他们都有自己的判断 孰是孰非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这样的对策 让众人都露出异样之色 毫无疑问 这个提议 让相当一部分人觉得不错 解除后患 同时还送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 每个人都有私心 最后 硬折仙 袁世成 金林 盗子 不死 残公子 世红 羽化身体 硬无敌 朱雀 仙子 等片刻的小争之后 达成了共识 让那两人继续的争斗 分出生死 然后给活下来的人最后一次自变的机会 如果能让所有人信服 那就留下他 他们这群人中 但凡有一个人觉得可疑 那么没什么可说的 送那人也上路 事已至此 其实已经提前有了结果 因为各方都能判断出接下来的事情走向 失足的言落 大言战体 北金林 袁世成等 世红等人 阻止 没有让他们几人上前插手 这时 楚风相当的刚猛 举手投足 越发的强大无匹 眉心爆发赤红光芒 再次轰穿罗世荣的身体 罗世荣大叫 伤半截躯体再断 这简直是在要他的命 刺激 楚风感觉到危险 观察周围的人 看到秦洛依 他眼底一身处 居然有强烈情绪波动 同时 他也注意到金黎 袁世成 应哲仙等人 有异动 罗世荣对众人喊道 诸位道友 无论会要杀人灭口 还请各位出击 这时他是羞愧的 耻辱的 同时也是有些绝望的 他是谁啊 修行界的天才 混沌天神宫的精英 居然被一个十四五岁的翩翩少年击败 他这么呼喊 等于在当众救援 太屈辱了 他居然沦落到这一步 准金身级的进化者 被比他境界低的人压制 尤其是他之前太自负 尽显超然姿态 曾经高高在上的放话 要抬手镇压无轮回 而现实呢 对他来说太可怕了 附近是一阵骚乱 罗世荣求援 顿时一片嘈杂声 失足的言落等不及了 看向金黎 袁世成 颖哲仙等人 强烈要求出击 他很想救下罗世荣 大爷在此 不服的滚过来 欧阳风大喝 都不用焦躁 不服气的尽管过来 我自己一个人接着就是 楚风开口了 同时他暗中传音欧阳风 让他做好准备接兵器 随时准备一场真正的大战 当地一声钟响 楚风振开罗世荣的三剑魂器 与此同时 他的身形一下子化成一道雷霆般 速度太快了 他一拳突然爆发 震得罗世荣灵体军力倒飞出去 但是他没有继续进攻罗世成 去结束他的性命 而是加快速度冲向半空 碰的一声 楚风强行夺走大神鞭 一把抓在手中 罗世荣焦急拼紧魂力 还我 想要将自己的魂器接引回来 可是他太虚弱 争不过楚风 一刹那 大神鞭便易主了 等的一声 同一时间 楚风用力一脚踢在魂骨上 使之飞向了欧阳风 挥动大神鞭 截断魂骨与罗世荣的联系 好 蛤蟆早就准备好了 全身都在散发神兽光辉与威压 夺走魂骨 魂力入侵 刹那掌握 而后悬在自己头上 罗世荣大叫 愤怒无比 同时惶恐 他觉得自己要完了 这个下场太悲催 他拼命反抗催动魂刀 可惜这一切都晚了 楚风 凌空横度 早已提前冲过去 震动大钟 粉碎魂刀中的精神印记 一把夺走 抛给了欧阳风 哈哈 有功有手 两截魂器足够了 蛤蟆大笑 头上悬着紫色魂骨 手中持着金色魂刀 信心爆棚 罗世荣的残躯迅速逃动 向着失足阎罗那里逃去 希望得到庇护 然而 此时楚风头上的大钟轰鸣 一道可怕的中波扫荡而出 刹那击中他的身体 让他当场炸开 罗世荣是嗷嗷的一声惨叫 抱成了一团光语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